您好 我是李诺亚 住在寸苦寸惊的旧金山 一个月租金竟然只要800美金 旧金山的胶囊套房住房一屋难求 来自日本的胶囊旅馆概念 吹进了加州湾区 一间开在Stanford大学附近的胶囊套房 成为了学生的最爱 每个单位的月租只要800美元 除了睡觉空间比较小之外 起居室位于间一应俱全 比起湾区单人房 2400美元起跳的租金价格便宜太多了 这间在Stanford大学附近的胶囊旅馆 开张才8个月 业主将两房住所改装成为胶囊套房 睡觉区有14个床位 套房屋内有空间提供房客存放个人的物品 睡房外就是公共区域和两套卫浴设备 住在胶囊套房就像住在Paraoto的一般住家一样 只是多出了13个室友 目前这间胶囊套房的租客 大多是20岁到30岁的实习生和短期雇员 他们选择入住胶囊套房的原因 就是因为房租便宜 日本的胶囊旅馆大多属用金属和塑胶隔间 但是湾区的胶囊套房创办人说 他想要营造居家的温暖感 所以全部采用木质材料 每间卧房之间都有隔联 所以没有隐私问题 新闻继续要听听专家的呼吁 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数激增 湾区九县一室卫生局同声呼吁居民 在室内重新戴上口罩 高传染性的亚型病毒株 正在社区内大量传播 戴上口罩给自己多一层保护 就如同能够减少感染的风险 也能够降低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几率 目前湾区九个县当中 旧金山的确诊率最高 湾区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是游民越来越多 湾区游民人口激增 其中以Contra Costa和Alameda的游民人数增幅最大 游民人口分布地区不断扩大 Contra Costa的游民人数增幅达到35% 从22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 Alameda County的游民人数增加22% 从8000多人增加到9700多人 旧金山和Seloma的游民人数 反而减少了一些 旧金山的游民人数从8000多人减到7000多人 加州短缺240万个可负担住房单位 住房短缺租金和房价标准 游民问题越来越难解决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